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交部署港公署反驳唯解日报 内地楼市萎缩状态继续 中国遭遇产能过剩困境 大陆未成年人严重犯罪人女关注 安徽省有两张棉红帽诞生 以下是新闻详细内容 荷兰首相吕特访华 荷兰看守首相吕特和外贸部长范利文 将在下星期二和星期三访问中国 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国务院总理李强等 报道说 习近平和吕特将讨论经济关系等问题 还将讨论家沙和荷兰的战争 而范利文就和同僚王文涛交谈 还将和在华的荷兰商界代表共进晚餐 这是吕特自2018年以来 首次与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初伤 2023年11月 在印尼巴黎岛的G20峰会上 吕特和习近平再次会面 据荷兰政府新闻局的报道 除了与国家领导人对话之外 吕特还将在一所大学作演讲 与学生对话交谈 此外还将漫步穿过 中国首都的一个老街区 近年来 中和两国的关系变得更复杂 在美国的压力底下 荷兰限制了阿塞麦的芯片机 向中国的出口 而荷兰的政府部门 多年来一直指责中国 从事间谍的活动 另一个垃圾问题是台湾 荷兰第二院坚持加强和台湾的关系 一个国会的代表团今年可能会访问台湾 不过 荷兰的经济和中国的经济紧密相连 两国每年的贸易额 达到数百亿的欧元 而荷兰也成为了进入荷兰的中国货物的中转站 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攻击能源自私 令世界担忧 世界对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攻击对方的能源自私 表示了担忧 俄罗斯昨晚对荷兰的能源系统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 据乌兰说 这是几个月来的最大坚弘的集击 一共发射了六十多架无人机 以及近九十枚导弹 目标是发电站、水电站的大坡和住宅 乌克兰的内政部表示 昨晚的襲击造成两个人死亡 十四个人受伤 目前还有三个人失踪 另外造成多个地方停电 哈尔科夫、扎波罗尔和港口城市奥德萨等地 也受到了破坏 有超过一百万人断电 而自战争开始以来 一直掌握在俄斯手中的扎波罗尔附近核电站的电力供应 也受到了影响 不过 据俄斯说 已经立刻安装到的紧急设施 而主要的线路也得到恢复 这个欧洲最大的核电厂 目前的安全不会受到威胁 这个核电厂的反应队早已关闭 但仍然需要电力进行冷却 乌克兰的空军说 约150枚导弹和无人机 其中的九十几枚已经被击落 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 都拉响了空袭的警部 其中包括了远离前线的地区 比如说西部的城市利浴夫 遭到俄斯轰炸的水壩 也在乍波罗尔附近 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水壩 不过目前不会有崩溃的危险 总统责任司机利用俄罗斯的这次夜间集击 再次向盟友请求 提供爱国者的防空系统 前一天的晚上 俄罗斯用数十枚巡航导弹 和两枚远程的导弹 轰炸了可能首多基辅 有两个人被送往医院 8名居民受轻伤 80多个人需要疏散 另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美国对乌兰 针对俄罗斯的练油厂和自由管的攻击 感到担忧 呼吁乌兰停手 据说 美国人担心 俄罗斯采取关闭管道等报复的措施 只会进一步推高油价 不过 昨晚俄罗斯对乌兰能源接避 进行大规模的攻击 估计乌兰将会报复 中国外交部的驻港公主 反驳华尔街日报 3月19日晚上 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获得全票的通过 标志着 残耀了香港2017年的 《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 成功落地 不过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 发表涉港的言论 唱衰香港 对此 中国外交部驻港公主 自信《华尔街日报》 容易驳斥 批评她无中生有 胡说八道 微信公众号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宜公主》 3月21日的消息说 外交部驻港公主的发言人 自信《华尔街日报》 驳斥了她涉港的谋论 最后这篇文章提到 这份报纸唱衰中国几十年了 或者已经有几百次了 但是 有哪一次是准的呢? 内地的楼市萎缩 仲态持组 据《新加坡联合组报》的报道 内地楼市北震 继续拖累中国经济 复苏的部分 有经济学家而言 内地的 住房投资和销售額 在今年会进一步萎缩 幅度将超过去年 这样的趋势 将至少持续到 2025年年底 恒生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黄丹 这个月20日 在国际金融论坛 一场线上的学术对话会上说 住房的问题 被中国的经济挖了一个大坑 而这将成为 内地今年拉动消费的最大阻力之一 中国国家统计国的资料显示 中国2023年 全年房屋进攻的面积同比 增长17% 但同期的商品行销售项 就下降了6.5% 房地产开发的投资 下降了9.6% 黄丹自出 房屋进攻面积的增长 远远高于住宅新投资和销售 是房地产投资和销售 的关键指标 他说 这样的形势 过去两年一直存在 估计今年收缩的幅度会扩大 他说 自从保交流制度推进以来 房地产开发的项目 在过去一年 进攻的进度加快 导致市场住宅负存量过剩 特别是三四线的城市 他说 当房地产陷入低迷的时候 价格的预期 已经相当疲弱 再加上市场供过依求 我真的很难看到有什么办法 可以扭转这种局面 不过 黄丹并不认为 这种低迷会一直持续下去 他预测 受抑制的住宅需求 可能在2025年的年底出现拐点 超过住宅的供应量 到时 内地的消费 有望再次被房地产市场拉动 在黄丹看来 从推动大规模的住宅更新 和消费品的依旧更新 到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部署 政府工作报告的整体 基调积极 但是重点仍在提高生产力 和实现长期的增长 他说 政府的角色似乎更多的是管理风险 而不是刺激短期的需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驻中国首席代表巴内登 在对话会上指出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过去几年的规模调整 是必要的 但是由于房地产是中国经济一大支柱 上下游的产业 占经济总量的五分之一 当局 如何在调整过程中 将成本降到最低 至关重要 巴内特认为 当局在这方面可以做很多 比如 让经营模式不可持续的开发商 加快退出 帮助可持续的开发商进行重组 改革住房预售模式 确保房价足以失现市场出清 恢复供需平衡等等 中国遭遇产能过剂的困境 中国媒体报道 多加钢铁贸易商正面临破产 租务强制清算或下落不明的困境 这种现象 可能与钢材的价格下跌 产能过剂 房地产项目减少 等等的因素有关 据第1财经星期四报道 包含投市欲轮钢铁贸易 今年春节前 以东柱为理由 收取了客户 预订来闻钢的保证金 但这家公司不但没有去钢厂的病货 反而将款项 收入自己的帐户 导致无法资交货而爆裂 涉案资金高达1亿人民币 东柱 自既是钢铁贸易商 在冬季销售单位之制 用相对低的价格 大量囤积钢材 等到春节过去 价格上涨 之后买出来获取利润 与包头玉轮钢铁情况类似的 还有多家的钢铁企业 这家公司 收了人家的货款 但并没有订货 因此加不出货 据彭博社报道 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的教授劳峰 上星期三 3月13日 在一场论坛上说 中国的电脑芯片 来源机汽车 电池 钢铁和家电 正面临产能过程的风险 美国已经发出了中国已经产能过程的警告 两天之后 美国之华大士 白银斯也发出了警告 如果中国以人为压低价格 甚至以傾销方式输出过程产能 将损害全球的贸易体系 而其他国家将组织回应 大陆未成年人的严重犯罪引起关注 中国的内地 日常发生多宗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引起关注 中国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 应勇近日在零下固言 银砖调言 谈及未成年人的犯罪时 他表示 要加强未成年人的检察工作 坚持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零容忍 深化综合理职 合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撑起法治蓝天 应勇强调 要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 对未成年人实施的跪杀人 跪伤害 致人死亡等严重犯罪 符合核准追溯条件的 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积极协调推动专门学后的建设 健全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扰的机制 加大教育绕置的力度 攀手各方坚决压制未成年人犯罪的高法势头 有网络大V纷纷发言 说要修例家长刑罚 降低量刑的年龄标准 一些受害人的家长 亦对孩子的意外 而司法部门不以立案 或者是刑罚过轻表达了不满 最后看看这只猫 这个星期 中国的安徽省 有一只两个面的猫出生 不是说一个面有两种蓝色 而直接有两个面 这种罕见的情况 在英文里被称为genous 即是双边神的意思 这只猫有两个口和两个鼻子 但只有一双眼睛和两只耳朵 是一种猫的病态 好 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